那民進黨不會拿這個議題來攻擊侯友宜 這是很確定的事情 所以我想國副市長也不用礙了這麼大聲 抵來臉蕭惟 講這些幹話 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我們沒有人去 拿這個議題來攻擊侯友宜 所以我想這點 其實很清楚 那我想 張天心副主委也負起 他的責任 也 這個傾斥 所以我想讓 這個處長會能回歸到他正常的 應該有他的角色 不過我們尊重他嘛 其實我們也尊重侯友宜的個人的 選戰策略 那我想就是說 對任何人 處長會他們 即將處理這些 處境轉型正義的問題 那我也常講過就是 這個 任何人在威權時代 你做過的任何事情 不因你 選舉而被豁免 也不因你選舉而被 放大攻擊 那民進黨不會拿這個議題來 攻擊侯友宜 這是很確定的事情 所以我想國副市長也不用礙了這麼大聲 民進黨沒有任何供給他這個議題 不然是 現在是 你選擇 滕 他 你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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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